纸张 纸张 就要越来越慢 因为如果你到后面 你还是很快的话 纤维跑动 整个纸张会不均匀 就不好看了 只要越来越慢 好了 之后 剩下一点点水了 就只要再摇了 放木条上 让水从下面慢慢点出来 等到表面都没有水了 之后呢 我们就要拿纸张 等一下呢 我们圆扇要做两张纸 扇子要做两张纸 一张呢 做一张纸张也好了 好了 之后来 一只手抓竹帘的中间这里抓着 提起来 纸张不会掉 另外一只手呢 从下面抓着 放到旁边的板子上 下面先放好 上面慢慢放 都放好之后 不要压 我们要泼水 泼水让竹帘跟纤维都分离 每个地方都要泼到 好 接下来呢 拿起来看一下 下面 填起来 看一下 这个就是黏着 如果直接拉起来 整个子都会破掉 对 所以请你们先轻轻的上下 推一推 推不下来 盖起来 再泼水 把它推一推 把它推下来 推下来 检查一下 都没有黏着了 竹帘往前 慢慢拿起来 像这样子的纸张就好了 好 做好纸张之后啊 擅纸的 请你拿一个网子 前面 蓝纸里面 有一个像这样的网子 绿色白色都可以 盖上去保护你们的纸张 好 然后呢 再做第二张 盖在网子上 之后再拿一个网子把它盖下 好 那LED灯的话呢 你做好几张之后呢 你再教我 我会再教你怎么做后面的动作 还有一点要记得就是 我们的竹帘会滴水 好 所以一定要从旁边收 因为从竹帘上面经过 这个竹帘会破掉 好 这个竹帘会破掉 那如果是LED灯的话 这样子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多动 但是扇子的话就不能 因为扇子不能有动 那如果破掉的话 没关系 板子拿起来 往水里面拨回去 再做一次 好 就可以做到满意为止 那这一坨它搅拌脚散 不然它会一坨一坨的一块一块 会不均匀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 这个动作成为盪竹布脸 师傅特做不同方向的摇杠 让切和均匀的交错在竹帘上每个角落 好 然后呢 一边摇杠的时候 会根据它的经验 它有入侧 看上指甲的厚薄度 有没有达到按摇的要求 好 它整的指甲的厚薄度 达到要求了 才会把多多指甲 一次过倒光光 打开抄指甲 检查指甲 诶 发现指甲好像不太好 就把它放回去水槽 重新再做一次 对 我们师傅做的是非常严格的 不是随便咬一下 都会做完整 诶 诶 我们来面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台湾说 为什么只将一再一张叠在一起 都不会黏着 还可以分开的呢 这个呢 我们各位看了师傅呢 那我们怎么放上去做 再讲解一次 诶 是不是呢 咬当的时候呢 他非常的小心 那你看到师傅 他们其实不会随便乱咬的 他们有固定的咬法 如果你发现呢 他头第一次跟第二次咬中的方式呢 就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在吃素都是一样的 这叫派浪 那是一个好大的方法 好 这次呢 指甲应该没什么问题啦 那师傅呢 就会拿起它 尼龙座的区隔线 然后放置在指甲的末端 这根线呢 非常地重要 一张手工纸 只会放上一条线 大人公子师傅们 就利用这一根线 把指甲轻松地拿起来 那我们呢 先来讲解给各位看了 为什么指甲这样叠在一起 都不会黏着了 其实是师傅呢 他们每次从注水的摇灯的过程当中 每张手工纸里面的纤维结构 它的排列 都是独一无二 随即生成的 像下指甲的纤维 它们只是很深的交接 并没有众深的交接 同时各位有没有发现 指甲上烘刷的过程 刷过的地方 都有刷很残留在上面 所以在狗哥铁法呢 好像指甲这一面握起来 会有点比较粗糙的感觉 称着粗糙面 跟铁法密合那面 称着光滑面 所以这样手工纸和两面不同的触感 就是来自这个步骤 那些师傅呢 找出最上面的区隔线 曲指甲靠过去一拉 指甲就会吸附在曲指方的上方 这样每拉七根线 都等于卷圈了到一张指的分量咯 好 接下来呢 师傅发现前一张手工纸插头都要干了 就把它收集起来 当指甲累积过一百张 掺这一刀子剪刀的刀 累积过五百张 只撑这一令子命令的令 些指甲的单位都会用 张、刀、令 这些单位来计算咯 好 那如果师傅呢 在风指收集指甲的时候 发现指甲有破损啊 有瑕疵的话 就把他萎收回来 重新放回去打浆机 重新的打浆 重新的做指 不会浪费任何的原材料 好 我们再来看师傅风指 这时候 我们再注意更多的细节咯 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指甲跟铁法密合的时候 有什么变化 发现很多的水蒸气冒出来了 只要变得更加的平坛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注意到铁法 其实真的非常的烫 可是铁法到底怎么加热的 先跟各位讲一下铁法的结构 它里面是空心的 没有电没有火的哦 它是利用水蒸气来加热的 透过上方的管线水蒸气 就灌到铁法里面 铁法就会间接加热到80到90多度 可是永远不会超过100度 所以指甲烘的再久再干 放着一整天一整晚都不会消焦 颜色也不会变黄 可是呢 如果今天我们换作用火来加热铁法 除了温度分布不均匀之外 超过100度手机 这张真的会烧起来哦 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那在夏天熟天气非常炎热 似乎一整天要站在80度的推板 旁边工作整天是十分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记得好好珍惜手冰的指甲 不要学着浪费 每张手冰指都是似乎 他们心力跟看似的结果要好好地珍惜哦 那我们呢 现在各位来宾对我们的做主的过程 有任何的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